在畫面當中可以看到 台上回流現在統計出來的數字 已經高到80%之佳 光光到7月 有4346億的投資 其中大部分集中在電子零組件 那這是不是創造了 這一次調高基本工資 一個非常好的時間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不是創造出更多的就業需求 它反而形成一些更多的氛圍 大家開始往關廠歇業 關廠 對 所以說 台上回流為什麼會讓大家關廠 因為大家看不到希望 大家看不到希望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統計表 這是我們經濟部可以從 每個月每個月 這裡可以看得到的工廠歇業加速 1月到6月 這是今年的 然後工廠公告費值 也就是他去辦歇業登記完了 第三個就是自己辦歇業的 你看啊 他數字一直在往上加 加到怎樣 加到大家看不到希望 看不到希望 可是會回流的是誰 會回流的是有很多政府補貼政策 我有很多的工會的會員 他常跟我抱怨 因為銀行都去跑廠商說 你回台的時候政府給你補貼利息 所以郭敏 你的意思是 雖然有些回流 但是其實有更多人在關廠 是的 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 剛才我也贊成 有企業回來 有投資 很好啊 他們就會雇用員工 他們如果找不到員工 他們會把薪水往上加 政府還需要加嗎 企業都已經在加薪了 你為什麼政府還要再加 我們南部 潘東韓國來講 我們2500也簽不夠了 不然我們2500也簽不夠了 你們2500也簽不夠了 你2500也簽不夠了 你2500也簽不夠了 最基本的 對嘛 所以2500簽不夠了 現在2500公司的調整 我協助調整 我說我支持本外勞脫鉤 這個知道我們 如果脫鉤你才支持調整 如果不脫鉤你認為 外勞的部分會拖垮企業的 支出和成本 應該是說我覺得 今天台灣應該要創造一個 更開放的環境 讓企業界可以更多的 按照整個環境去做決策 而不是我們用框架把它框死了 你在這個裡面 你在這樣的一個條條框框下 如果今天好不容易 大家願意回來投資 然後我們就說 我們把法令一直訂訂訂 訂到一堆 那企業是不是又要走了 好 我們要來聽聽 業界的聲音 為您連線太陽能業者 何董事長 何董你好 菁姐你好 好 何董我可以請教 你們是做太陽能的哪一個部分 我們主要是做太陽能的這個模組版 以及它的這個電站營運的經營管理 現在景氣如何呢 現在景氣怎麼樣 現在如果我們在太陽能製造業這方面來講 真的是非常的慘 我們現在都笑說我們自己是產業 很慘的行業 那這一次 準備再一次調高基本工資 會影響到你們多少 影響的非常大 我跟大家說明 因為太陽能的這個製造業 其實在先天上 我們現在跟大陸跟越南的這個所謂的生產基地 就是一個這個輸在起跑點的一個狀況 因為在越南在大陸 他們是用國家的資源 來這個強行的這個補助他們的這個生產 他們生產基地不用房租 不用地租 水電會有補助 他們的原物料有關稅的這個優惠 那回到台灣 我們其實都沒有這樣的條件 所以我們先天的這個經營成本 就相當的辛苦 好 但是剛剛 我們這幾年 是 對不起我打個唱 所以剛剛你有談到的是 他們是用國家隊在跟我們打 當然我們打得很辛苦 那你說基本工資調升 對你的成本壓力非常的大 但是現場理事長也說 人家保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在在人家保 在人家保25000也請沒人 是 如果25000請沒人 基本工資雕精也只有23700 這樣貧 swelling 應該是這樣說 我們現在面臨到 我們這太陽能產業 我們經過這兩三年 我們努力的要做成本的Call us Back 我們已經把我們的一個 微薄的獲利方程式給 給經營出來了 結果這個連續的工資調漲呢 現在造成我們的經營成本又大增 我們的獲利馬上就在財報上面看不見了 那我們現在已經在經營調整上面 快要走不下去了 何董 你們的利潤是幾% 不好意思啦 可能是商業經營也休問一下 說實在真的跟電子業一樣是毛三道四 毛三道四 所以這件如果雕金3%甚至5% 會把你的日子都吃掉嗎 都吃掉 我們甚至有一些比較屬於 二線的這個業者的朋友 已經在放無薪假 有人說要收起來了 何董 你有幾個員工 我們員工其實加起來不多 因為我們公司沒有那麼大 我們才幾百個 幾百個 有外勞嗎 有外勞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也沒有辦法 再去用所謂的本勞了 那所有的外勞包括本勞 你是底薪是用兩萬三千例做底薪 然後再加加班費對不對 對 所以你如果加七百塊就兩萬三千八 你的底薪就增加 所以你應該增加出來的成本 不是在那個七百塊 而是勞保以及所有的那些其他隱藏性的 沒有錯 全面都反應 對嘛 所以說這一次增加 其實坦白講影響不大 是政府沒有配套措施 本勞外勞本來要脫鉤 這一點我想這個 不管是以前國民黨現在民進黨 都是假銀族 什麼西映煩不敢搶賣 都是假限量 其實本勞外勞本來就要脫鉤 他就不脫鉤 所以你如果本勞外勞脫鉤 你的成本就下來了 是不是這樣子 那我可以問一下何董 如果本勞外勞脫鉤 你可以接受基本工資的調漲嗎 如果脫鉤的話 做適度的調漲 我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可以接受 因為現在是一個框架制 把我們綁住 我們動彈不得 對啊 所以說 我們選那些立委都沒有用 都在吃飯的而已 那裡整個都沒用 你們以後錢都沒有做什麼 做政治捐獻 沒差錢 何董我請問你 來 阿中哥有請教 你現在 你剛才講是說 你會增加派遣的員工對不對 沒有錯 派遣的 然後外勞的 他說他外勞一直在增加 因為正式的正職員工 我們幾乎快負擔不起了 那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雖然你的員工總數有可能增加 但是你增加的是派遣的員工 跟外勞的部分 但是你正職的員工會降低嗎 我可以直接 我做一個結論 我覺得這樣子的公司調漲 是跨的就吃不到 因為對可能社會的 社會觀感來講 我們政府把基本公司調漲了 但是我們企業為了生存 我只能有很多的方法 去做所謂的結緣開流 結緣開流 我就是從正職員工 轉為所謂的派遣員工 本來有所謂的加班費 變成沒有加班費 本來有補委會 變成沒有補委會 我必須有一連串的因應措施 那這樣子其實 員工他的總收入或總福利 其實反而是減少的 好 那何董我想請教 因為其實 基本公司也不是第一次調 已經連續好幾年都調漲了 那 在之前調漲的過程當中 確實有影響到你的派遣和正職的比例嗎 那個影響有多大 我們講不要說我公司好了 跟娟姐報告我們整個產業 其實沒有人會不願意用本級勞工 但是我們從最早太陽能的輝煌時代 幾乎大家都用本級勞工到現在 那個比例外勞已經從兩成三成 現在可能希望突破到五成加上派遣 外勞加派遣現在已經是五成了 沒有錯 一定要這樣子的比例 那如果這一次再調 因為明天馬上要進入勞資大戰 如果這一次再調 假設調3%的話 你們還會 改變多大的結構 也就是說你的本勞跟外勞的 以及派遣工的比例 還會做多大的調整 我覺得最後有可能到 我們不管法規來講 就現實面 我覺得可能本勞跟外勞加上派遣 可能到最後面是3比7甚至2比8 那何董我講 3比7 2比8 你是說本勞只剩下三成或兩成 沒有錯 何董我請問一下 你有沒有算過 如果基本工資調漲3% 你的實際的 員工的費用 你實際上要增加多少 因為我們看是基本工資漲3% 但是對你反映到員工的整體薪資 它的總共的漲幅 包括你那些勞健保的費用 沒有全部加上去的話 它的對你的費用率的增加是多少 我們可以這樣講 政府因為他不是 他沒有經商 他的角度他看的是 他漲我3%5% 可是我相對的 我所有的 譬如說交通津貼 我的勞健保 全部都跟著我的基數去調整 這個部分對我們來說 人事的成本 至少增加了10%以上 10% 所以表面上是3% 但對公司企業的經營成本而言是增加10% 何董 因為我個人也關注太陽能產業 過去一年來 台灣的太陽能 很多都是上市公司 他已經裁員了2000人 所以何董你一直強調 你公司經營的一個困難是因為 薪資的一個調漲 但是根據我的了解 也印證了這些上市公司大舉的裁員 然後財報的虧損 真正的問題 是整個全球的 太陽能產品報價的一個下跌 所以我不曉得你公司怎麼樣 但是我的懷疑就是說 其實 這個你的薪資的調漲 並不是你經營困難 最主要的問題 是你的產品的報價 假如今天你的產品報價維持在一定的水準的話 你調漲基本公司應該對你的影響是有限的 是不是這樣 到底財源這個兇手是誰 何董可不可以講清楚 何董我另外再請教你 你把這些所有的 所有的你的成本都算在人事成本上 我認為說這似乎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所以說我認為說你把認為說 你所不能經營的 都算在歸銳在人事成本上 而且我認為說 很多台灣產業 跟這些300萬的 一些低薪的 低薪組的 他們的 是不是完全都是在跟著政府的步伐的低薪在走 所以說政府每次在調一次 每次這個 那個 基本工資調 審議之後 所有的這些老闆就這樣想說 他們就沒辦法經營了 你們的人事費用有需要那麼高嗎 在我們台灣最大的製造業 台塑企業裡面來講 這是他們有兩個工廠在我的 轄下的一些 一些那個就是 在我們的會議裡面 其實台塑企業他們的人事成本 是3%而已 3%而已 如果說 因為他們在台塑 他們不是在 他們 台塑他們不會在 不會絕對不會在 基本工資上 因為你們一直在維持 讓這些員工一直在維持在低薪上 所以說 每次政府一條 調整這些基本工資的時候 你們就必須要跟著屁股 要跟著走 因為你們 說真的 講難聽一點 也不好講說你們是無良 對不對 基本上你們就是在 一直在維持在基本工資的邊緣 在走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到底 你們這個產業 裁員真正的兇手 是因為基本工資 還是因為你的壽品 產品報價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之所以基本工資會影響你們那麼 大的原因 是不是因為你們所有的員工用的 都是低薪 如果你的員工都超過基本工資的薪水 那其實基本工資的調升 對你並不會造成影響 兩個問題 OK 我跟娟姐要大家說明一下 第一個 其實站在我的立場 還有很多的資方的角度 我們並不反對調整工資 但是我們有一個問題 我們每次政府的施政都是 齊頭式的平等 他沒有去考慮到完整的配套 以太陽能產業來講 我們已經比毛三道四 還要毛三道四了 也就是說我的過利空間 就已經很侷限了 這個時候 任何的成本的增加 都會是壓倒 落頭的最後一根稻草 沒有錯 全球的大環境 太陽能的製造的產品 都面臨了這個 所謂的低價的這個問題 但是我剛才也強調說 我們經過這幾年的努力 已經很盡量的去code down了 那這個時候 如果所謂的人事成本 有一點回復的增加 我真的會受不了 這是我們要反應的一件事情 好那第二問題 是不是普遍低薪 才會 因為基本功能調漲 而受到這麼大的衝擊 應該是這樣說 我們現在 我們公司 不能跟所謂的財碩比 因為我們這樣講好了 如果今天我是Apple 我是Google 我走的是品牌企業 我的獲利很高 那我當然可以給高薪 我走的本來就是一個 所謂的組裝加工的代工業 這樣子 你說我要給這些員工 4萬5萬 我這個公司會被 全球市場給淘汰掉 根本會不存在 就算了 我這個公司會被 財碩比 全球市場給淘汰掉